哈囉,各位兄弟們大家好,歡迎來到我的頻道,我是老頭 今天我們來玩這款遊戲,是Steam上面發售的 目前只賣66塊錢 66塊台幣 叫做石雨 它真正的名稱呢 叫做石雨新殭屍病毒 不知道為什麼,可是它這個遊戲的標題只有標石雨而已 那... 可能就是這個病毒跟雨有關係吧 被雨淋到的人都會變成殭屍 應該是這個樣子吧 那這款遊戲呢,橫向卷軸2D的 我看影片打擊感還蠻不錯的 節奏還蠻不錯的,還蠻帶感的 好吧,那我們廢話不多說,我們就開始來玩吧 那...我們之前第一關已經過完了 那個新手教學已經結束了 那我們接下來,我們看第二關 其實我有一點忘記 我有一點忘記那個... 操作方式了 因為它操作方式其實還蠻奇怪的 你自己看它右邊 A升級,開始是S D是設置 我們看一下升級 它的升級的話呢 都是要用上面這個星星啊 來做交換啊 然後我們現在好像只有一把武器而已啊 防彈1可以升哦 原來可以升防彈1哦 我現在發現原來可以升防彈1耶 垂直的攻擊 一樣,全部都是用星星來換 好不好 好,然後怎麼離開 按1,1是離開 好,我們不管了,我們就直接開始 它這還有分右上角有沒有看到困難跟正常 我估計啦,應該是正常過完一次3顆星就可以過困難 然後拿6顆星再去升級你自己身上的這個裝備 所以說困難跟正常加起來你可以獲得9顆 6顆,6顆星星 好,沒關係我們打看看 開始是S吧 OK 來來來,你看殭屍來了 A是左邊射擊 然後D是右邊射擊 然後S是拿槌子攻擊 跳是按上 上下左右這樣子 整體玩起來還不錯 我目前覺得 算是一款小品遊戲 個人覺得蠻讚的 拿到一顆星星 可以把他們擠暈有沒有 來來來,阿這什麼 為什麼後紅紅的門 WOW WOW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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太對不太對哦 我受傷了耶 他們都會這樣突擊耶 那個門都會突擊耶 喔唷,危險危險危險 這什麼 把這個敲包可以幹嘛 拿到禮物 這麼酷哦 哇 我只拿到一個禮物箱 獲得一把散彈槍 欸,誰拿一個禮物不行啊 我們可以升級了 我想要升一下 我們的護甲 護甲的話W可以升護甲值 提升一下我們的防禦力 把我們的防禦力提升高一點 比較不會死掉 我們再打一場看看好了 啊,我選到困難 死定了 欸,好像也可以耶 我選到困難啦 沒關係,困難順便解一解好了 Who care 順便解一解困難 來來來來來 這個應該也不會多困難啊,我覺得 揮一下 可以把他們打暈有沒有 還不錯 還不錯 而且他在頭上有那個星星的是那種 怎麼講 應該是講說就是 他有一些星星是必須要從擊敗他們身上獲得的啊 哇,還是少拿一個禮物耶 這什麼 子彈變多嗎 攜帶子彈量提升是吧 我們要六顆星耶 好,不管了 我們可以升級了 好多星星啊 要怎麼選擇我們的武器啊 好,下面有了 散彈槍 提升傷害 不要,我想要升我們的護甲 或是我們的錘子 敲門的速度變快 都各升一點好了 我覺得很有用 吸彈量提升要10顆星 有沒有搞錯啊 好,就這樣子 防禦率也是要顧的啊 下一關 這遊戲好像總共40關的樣子啊 好像是40關的樣子 好,拿到一個禮物 新道具 不錯 這麼往上爬 哎唷呀 哇,傷害好高哦 敲一下就去了 來啊 這個地方上不去耶 會不會要運用 會不會是要運用什麼東西跳上去啊 什麼到外面會拿到什麼勾繩道具之類的 或許 有可能哦 跳過來 可以,可以跳過來 哇,這樣就出去了嗎 下面好多殭屍哦 快沒子彈了 哎 完了沒有吃到啊 火恨啊 怎麼會這樣子 我剛才居然沒有跳到 這樣我是不是要重走了 欸,子彈被我用完了 哇,沒子彈了 哇 哇 還有什麼功能可以按 哦,按一鍵裝填 哦,他正在努力的慢慢裝填 裝填還有時間耶 哦,再按一次他又再補充 哦,按Q可以換武器哦 哦,原來如此 哎,我現在發現如果我跳下來就再也上不去了 我那星星拿不到了 好像很酷哦 好難過哦 而且我已經被咬,我已經快死了 不能二段跳之類的 為什麼不能二段跳 上面東西拿不到了 我的星星 別再來啦 過關,少拿一顆星 哦,手榴彈耶 可惡 我要再過一次 而且感覺要重新開 好像有 東西都不一樣耶 那個擺放的位置是不是 那個箱子怎麼不見了 箱子怎麼沒去啊 啊,算了,不管了 我現在來這裡的目的 啊 是要拿星星的 其他不重要 哦,血真多啊 不要掉下去哦,我會生氣哦 幹什麼東西 火灰 撐住撐住 撐住撐住 有,原來擺在這裡啊 再拿一個 哎,幹什麼 星星我來啦 哦耶 好,過關 三顆星了 這什麼 超小的一把槍槍 我們可以升級了 要升什麼好呢 哎呦 這個,感覺很屌哦 升一下升一下 好,沒有再浪費錢了 撐 撐 撐 而且傷害好高哦 4到15耶 感覺猛哦 好,我們來玩困難 有困難模式 順便玩一玩困難增加一下自己的戰力啊 是不是 而且困難敵人超多 打起來應該蠻爽的 兩發耶 基本上一發他們就差不多了 不過好耗費子彈哦 還蠻耗子彈的 我跳 我來撿上面的星星 我再跳 跳過來了 其實要省子彈也是可以啊 有沒有 比如說這樣揮了揮了之後有沒有 揮一下 打帶跑有沒有 他們還會被急暈 所以說是可以慢慢對付啊 好,這邊有一顆 太棒了 好,我們回頭 原來可以這樣爬哦 這麼酷哦 來啊 啊 錘死你們 幹什麼 幹什麼,幹什麼東西 一錘一斧 一錘一槍 這樣子綜合搭配 其實也蠻不錯的啦 我快死了 上面殭屍又復活了 哎 換武器 我剩11滴啦 OMG 撐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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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點 完蛋了 早上再一下我就要歸西了 小心耶 好,我們趕快走 趕快離開這裡 離開這恐怖的四杯之地 這要剩下三把子彈 省著用 好,可以剛說省著用我已經用完了 撐著點 哎 中間這一層我好像都沒去過對不對 不要啊 過關 YES 打到什麼 加愛心的防彈衣 哦 加血 哦 然後呢 又加防禦力 綜合就對了 哪裡會顯示啊 哦 這裡會顯示哦 感覺這比較好耶 哎 這到底要怎麼看啊 其實有點看不太懂 應該嚴格來講 他這算是高級版本的 一次加比較多吧 你看 這個一次加100耶 然後這邊有個reset 是可以把身上的這個 不要的裝備 給重置掉是不是 啊 要花錢啊 原來錢是這樣用的啊 重置愛心 然後怎麼重置 哎呦,歸還了 用我們的金幣來歸還的 我們這個 強化的這個 還是一樣七顆星啊 沒有歸還啊 你給我騙 哦,那是上一頁是不是 啊,這個上下左右不能按啊 哎,可以耶 好 歸還 這樣子我們的防彈衣就歸零了嘛 是不是 一次 然後再重新按升級一次 哦,我們可以升這個了 就是 就是用金錢讓他廢物再利用啊 所以我們可以先升這個 這個加比較多防啊 感覺比較屌 哇 寫154耶 防禦率26 厲害厲害 好,我們下一關 哎,這有動畫哦 終於逃到這邊來了 然後呢 他想要什麼 1 1 是怎樣 不管了 過看看 哇,越來越多 越來越多 越來越多了 感覺後面越來越刺激哦 敲死你 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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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你 好,上面有愛心 哦,原來就可以這樣子爬啊 啊 不要 我怕怕 這裡呢 下面有箱子,想撿 所以說我還是可以往那邊爬啊 沒有問題的 沒問題啦 不過我這樣子被雨淋到,我好像都沒事耶 難道我是有那種怎麼講 抗體嗎 啊 男主角都會有那種所謂的抗體 有沒有 被咬到都不會怎麼樣的 會不會 會不會是這樣子 等一下,我這邊沒走過 哦,還好 欸欸欸欸 放尊重點啊 夠放尊重點啊 這邊是過關的路啊 我要走上面 我要去吃錢錢 哇,這個阿鼻 胖子形態的 胖子形態的殭屍 他這個殭屍都做得差不多耶 可惡,有沒有什麼BOSS關之類的 對不對,想要弄個BOSS關 打起來比較刺激啊 可惡,他這好像沒有BOSS關 有點可惜 有點可惜 想幹什麼 想幹什麼東西 啊,有本事跳上來啊 有本事跳上來啊 虎嚇呦 HUG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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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去 下去 好 哦呦呦 wär 過關 NICE 拿到什麼 拿到 DaytonBOX 拿到手榴彈 啊,手榴彈如果拿到重覆的 會直接往上升啊 原來是這樣 答比是怎樣 問我要不要換成一千塊是不是 雖然不是很懂 好吧 我覺得這遊戲差不多就是這樣子吧 總共四十關啦 那我應該只是試玩而已 我不會把它玩到結束 因為我覺得這個遊戲目前維持好像就這個樣子吧 不知道有沒有BOSS關啦 那這感覺沒有BOSS關的樣子 就是一直不斷的逃 不斷的逃 逃到底這樣子 那這遊戲呢 其實還不錯玩 如果你們喜歡呢 記得去下載 像手機上也有吧 電腦上面也有66塊台幣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的話呢 一樣記得分享出去 按個讚 以及按下訂閱 或是在下方留言 感謝各位接受看 我是老頭 我們下一期有機會再繼續介紹新的遊戲吧 我們下次見 掰掰 我是跟我們家會打開 最後拍攝比較好 掰掰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 你們下次見 認識我們